今年的国庆档,比往年来的更令人期待一些,原因无他,一部老毛子颠覆自我的水墨大戏已经值得每一个关心国产电影的影迷瞩目,作为第五代导演里的代表人物,老毛子造就的经典,无需过多额外吹捧,亮点自在人心。 岁月的年轮来到2018年,在影视圈打拼半生的老毛子,已经68岁了,他曾在某次受访中自嘲,跟我同年龄的工人都退休了,我这匹老马还在创作,就是个劳碌命,但如果你真把他的调侃当真了,可就错过太多惊喜了,所谓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张艺谋这匹老马,可丝毫没有辅老的意思,捂了很久的新片影,在陆续放出各种预告片和海报之后,终于定当于这个国庆,影之所以区别开同档西竞品备受瞩目,一是因为老毛子走出舒适区的行为,这一次,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宏大叙事方式,转而专注于力出紧凑的几人对质戏, 色彩风格也从浓烈转至性冷淡,二是因为,从目前放出的物料来看,除了高级,你似乎找不到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这部片子。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片子除了质感极具艺术性,在剧情方面还有抓人眼球的商业性。 单看两位被他逼到绝路的男女主角邓超孙力,便知分晓,先是一人分饰两脚的邓超。 在片中,他需要演出影子静周和真身子鱼,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这两个角色,一个在明处纵横百合,一个在幕后运筹帷幄,两个完全相反的人设,也逼得邓超能在拍摄前后报售四十斤。 形容枯稿的阴质复飞与身强力壮的空洞迷茫,体现在身体外形上是连特效师也做不到的强烈对比。 如果只是单纯的扮演两个时空,各自不同的人也就算了。 张艺谋给邓超设置的难题是,子鱼和静周之间,还是存在着交集的,两人除了性格差异,更抓人的是因身份错位而产生的焦虑和迷茫。 子鱼担心静周不受控制,真的取代了自己,而静周,则时刻处于身为替身没有自我的迷茫之中,到底是当人重要,还是当影子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偏偏安排了影子静周在明处,真身子鱼在暗处,于是,在真身权谋的暗涌之下,影子可能也会有自己的野心。 郑主和替身,到底谁才是谁的影子?答案不一定,替身在朝堂之上挡箭挨刀,而真身子鱼却形容枯搞,困于阴暗处的漏视。 他说自己,运筹帅,可这张脸上,却有一些颓败与惊慌,与之相对应,替身却身子发爽,意气风发,在光明处与妻子琴瑟和明。 人都说邓超这次遇上个男演的角色,其实,从他的两个角色设定你也可以看出,这位妻子,更不好过,影在最新曝光的超能力孙丽特辑中,镜头也记录下了孙丽在拍摄此片时的困难女挑战。 张艺某影一个人面对两个丈夫,打戏无替身连琴记,也要亲身苦学谈的还不仅是琴,更是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下的琴为了达到效果。 孙丽在片场疯狂练琴,一旁的超歌听得头大,直呼吓死我了但正经起来,又忍不住对着自己表现,太好的,媳妇商业吹捧,我们知道,孙丽邓超是模范夫妻, 平时在社交平台嬉笑怒骂,透露得全是夫妻的岁月静好,而在影里,他们却要打破重组。 这一次,孙丽需要做的,是走出生活,扮演英智丈夫的妻子,也扮演陌生铁身的妻子,她演的是一个人,扮爱的是两个人,乃至后期,还会同时跟这两个人产生情感纠葛。 从最新公布的预告片我们都知道了,孙丽饰演的小爱,本是都督子鱼的夫人,但都督子鱼实际上,是替身静周。 某天,她在暗中窥似中发现了一名一案的真身替身两个人,却开始疑惑,自己爱的到底是都督子鱼,还是替身静周。 白带孙丽面前的难题,是如何诠释好小爱的情感游移,甚至说,是如何诠释好这个人物身上的悲剧意味,她本该是子鱼的妻子,但与她相拥缠绵的,却是另一个男人,影着这个至关生死的秘密,不可与外人道。 只是不知道,在子鱼这里,小爱算不算外人,从小爱暗处的窥似来看,这个秘密,是将她排挤在外的,目睹这一切四暗若明的深渊的小爱,心中不是没有恐惧,虽然每天面对的是同样一张脸,但为什么,总有时候会觉得丈夫像是有双重人格? 原因揭晓的那一刻,有些让人毛骨悚然,静周是子鱼的替身,因此需要履行她的一切生活,包括结婚,生子,理论上讲,小爱和静周是真实夫妻,那么小爱和子鱼在一起,是主动变心,还是被骗出轨? 无论如何,这段三人形的情感关系都不会简单,子鱼,静周,小爱的纠葛,关乎伦理和人性,而更让这场宿命变得让人恶腕的是,小爱对静周,动了情,从小爱面对子鱼静周各自不同的磁场,你就能看出这种微妙在旁观者那里,这份感情更是藏不住,当她知道一切,都只不过是子鱼设的局, 会否会做出让子鱼害怕的选择,毕竟子鱼恐惧的,便是有一天,影子不再是影子,小爱这个角色最大的难点,便是如何跳出现实恩爱,在子鱼和静周之间,诠释出这种猜忌,虐恋和进退两难,这对于孙力来说,无疑是巨大挑战,所以你可以从各种路透里看到,孙力对角色的打磨,可以精细地, 道苦练哪怕戏份也许并不多的琴技,其用心程度,可见一般,总的来说,不管是对于张艺谋导演本身,还是邓超孙力,乃至于郑凯,王先元,胡军,关小彤,吴磊,王景春等一众影帝事后而言,影可能都将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部崭新代表作, 这个国庆当,不要再去景点人挤人了,来合影一起,感受这极致纯粹的电影艺术。